今年第二单售后扯皮的事情来了 有很多粉丝催着我去回应这件事 也有一些吃瓜网友 各种落井下石 奸商骗子 颜色崩塌 大家不要着急 先让子弹飞一会 上一单扯皮是因为这位粉丝 在咱们这边买了一台XS Max 我们发现是9899几乎满血状态的 他收到不是百分百电池 要求退货 咱们没有给他退 我想问下大家 下单机器发货了 而且机器是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的 我们发现是几乎满血状态 没有说百分百电池 对吧 这种也算是骗子吗 你们扪心自问 你也可以去问一下这位粉丝 手机到现在到底有没有问题 不知道我的粉丝里面 有没有做电商的 或者做买卖的 懂不懂好评率 退货率这东西 小半年下来 我这边只出了两单扯皮的事情 而且两单都不是因为质量的问题 都是其他的人为的原因导致的 大概说一下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也是这两天才发生的啊 一位粉丝呢 在咱们这边下单一台 XS Max是观换机 2020年出厂的 还在保修期内的 但是是二手的机器啊 这位粉丝说的话之后呢 是当着顺丰哥的面拆箱验货 第一时间跟我反映的是 这个相机后镜片 这里有磕碰有个洞 肯定也做了很多功课 看了很多所谓的揭秘视频 这位粉丝反映的问题是 手机卡槽这里吹气进气会漏气 而且手机有异味 我的天哪 有时候都能把你气死啊 平时我们清洁手机的530 说白了就是工业酒精 它能没有异味吗 如果说一个手机 我拆开检测里面主板 有没有拆修过 是不是气密性就没有了 如果说你光靠一个气密性 去判断这个手机 有没有拆修过的话 我重新再沾一个防水加进去 它就有气密性了 这些所谓的视频呢 不能说没用 但是不是唯一的参考标准 找不 还有些人说 对这个卡槽的创码 跟机身的创码 如果对不上的话 也是翻新的 也是什么什么的 那如果说我两个手机的卡槽 放在一起 对话了呢 它就不是原装了吗 对吧 所以说呢 这种所谓的解密视频 检测视频 仅供参考 这位粉丝就是一个漏气 第二个有异味 选择拒签退货 目前的情况就是 手机已经退回来我们这边 说实话 昨天就已经卖掉了 像这种最新出厂的机器 大把的人抢着药 但是呢 咱们还没有给它退款 为什么还没给它退款 如果说很爽快了 就把这个款给退掉了 那么这位粉丝肯定会在后面说 哇 张哥这边卖翻新机 被我发现了 他为了稀释能源 马上就给我退款退货了 还有一些无脑的网友说 张哥是骗子 要黑了他这个手机的钱 说实话 如果是骗子的话 我直接连货都不发了 费这么多次干嘛 对不对 如果我一天不发货 每天发几十个手机 一天你想一下 赚上多少钱 每一次遇上这种扯皮的事情 我肯定都要跟他干一下的 因为咱们深圳不怕影子歪 你可以到处发视频 发群去黑我 这无疑是给我打广告 让更多的人知道我 上一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件事情我是不是骗子 谁在里 你们稍微懂一点行情的人 应该都能知道 光靠一个吹气漏气 就判定我的是翻新机 而且这个机器还是官方在保 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 黑等一火 你看那几个千万级别的大V 发视频 评论都是怼他们的 没想到我这种小博主 也有人黑 这可以说是一种荣幸 那这个款什么时候推给他呢 就看有没有把这个事情说明白了 大家做出来好好说 机器没有亲密性 有异味 你不想要 想推卧可以 但是你不能说它是翻新的 它是以视中好的 它是一台正儿八经的原装官换机 你不能拿你的无知 气污蔑别人的产品 有时候挺纠结的 你说手机拿回来 你不拆机验货码 有些老铁担心主板修过的 你拆机验码 有些人又嫌弃 它没有亲密性 怎么做 你们教教我吧 一般情况下 新款的机型 11 12这些肯定是不拆的 老款机型另说啊 OK 本期视频就先回应到这里了 同时也感谢各大的一些热心吃瓜网友 踊跃的参与本次的危险事件 让我又火了一把 同时呢 也接受前网的网友监督 张哥这边 不卖油锁 不卖黑姐 不卖无面容 无指纹 火产瓶这些都不做 只做原装全套全网通的机器 张哥能有什么黑量 你去扒出来 我一一回应